1922年溥仪大婚 一时间风光无限 从时任民国大总统黎元洪 到东北王张作霖 还有徐世昌 吴佩福 冯玉祥等军政名流 都出现在送礼名单之中 许多外国驻华官员 也应邀出席 送亲进宫时 沿途上千军警开路 还有军乐队奏乐 在某种程度上 这是溥仪一生中 少有的风光得意之事 却又为他暗埋着 无法严禁的苦恼 早在一年多前 为溥仪张洛婚时 几乎成了整个皇族的 头等大事 一场大范围内的选拔竞赛 主要在前清皇族 和蒙古贵族中进行 对象是士林女孩 目的是为溥仪物色对象 此时并不是大清气数已尽的时候 而是大清已经亡了十年了 那么一个殉伪的皇帝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家 道理很简单 当时的溥仪仍然是高高在上的九五之尊 他合法地保留皇帝的尊号 在紫禁城内有着皇帝的牌面 还有民国政府供给的合法优待费 即便是到了新中国成立后 皇帝这一光环依旧让溥仪吸引了不少人 1959年溥仪被特赦 53岁的他刚在北京落户尚未就业 正是上门提亲的就有七八次 据说还有满足遗老把自己十几岁的孙女辈要嫁给皇上 为溥仪物色对象 由同治皇帝的妃子也就是当时的几位太妃操办 太妃本人不会挨家挨户走访 将具体事宜交给皇叔宰涛 这么一来宰涛的府上变成了溥仪婚礼筹备处 前来送照片提亲的门庭若氏 可见当时想当娘娘的人的确不少 据说候选姑娘的照片多得可以装盯成策 消息传到了天津沈阳 连徐世昌和张作霖也派人来提亲 宰涛只能以皇族满汉不能通婚为由婉拒 就这样 经宰涛之手的首轮淘汰之后 其余候选照片被送到宫中太妃的手里 再进一步审查 由于太妃们都想新皇后是自己选中的人 牵扯到多方利益一直争执不下 拖了一年多才选出了四个女孩进入最后一轮 她们分别来自一个蒙古王族和三个满清贵族家庭 这一路过关斩将比现在的选美竞赛残酷多了 最终家世和相貌都更加出众的婉容 击败了文秀成为皇后 文秀被封为淑妃 1922年12月1日 溥仪终于迎来了大婚之日 前卿皇室希望这场婚礼排场 能和同志光绪帝大婚差不多 得到了民国政府的默认 然而至少需要四十万大洋的经费 却成了问题 又穷又要白谱 皇室从民国政府那里催来了一笔拖欠已久的优待费 但也只有十万大洋 内务府不得不变卖掉一些宫中珍宝 大婚当天 民国政府额外开恩 允许前卿皇室把清朝的龙旗仪仗拿到街上 同时派军警义务执勤 宋亲队伍排场极大 宜仗队前面是中华民国的军乐队 后面是浩浩荡荡的前卿仪仗队 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 普仪列出了各路达官显贵送来的贺礼 时任民国大总统黎元红赠送发廊器 绸缎正连 徐世昌送来两万大洋瓷器龙凤地毯 张作霖和吴佩孚都送了七千大洋 张勋送了一万大洋 冯玉祥送了如意和金钟表 此外 还有各地遗老 香港 上海的富商都送来了钻石珠宝 为接待人数众多的遗老和民国要员 婚礼足足历时五天 光为了答谢外交官就专程搞了个酒会 这期间唱了三天大戏 溥仪高兴赏赐戏班三万大洋 然而在溥仪风光无限的同时 皇后宛容却是忧怨深深 据末代太监孙耀廷传里的记载 打婚后 溥仪极少在楚秀宫过夜 偶然来一次两次成稀罕事 宛容的神情颓唐萎靡 博士粉黛的脸上 往往留下泪水的痕迹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对于许多人来说 这也不是什么秘密 溥仪虽贵为皇帝 却有难言之隐的男性生理障碍 导致无法与婉容过正常的夫妻生活 而导致溥仪出现这个问题 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 溥仪自幼被送入皇宫后 长期生活在太监和宫女之中 度过了不正常的童年和青春期 留下了这一终生遗憾 如此一来 宛容文秀两个年轻女子 刚一成婚便成为了活寡妇 更令她们不安的是 仅仅两年之后 1924年11月5日 溥仪遭到冯玉祥逼宫 文秀绣藏力简 自尽殉情未果 此后 溥仪带着两个女人 开始了流离生活 先是到了天津 再逃到长春 不过 溥仪这一举动 遭到了文秀的反对 她不希望溥仪投靠日本人 这使得与溥仪的感情逐渐疏远 1931年8月25日 文秀在妹妹文山的帮助下 成功出逃 随后向法院提出诉状 控告溥仪虐待文秀 使其不堪忍受 溥仪生理有病 同居九年 未得一姓 决意离婚 索要个人日常所用衣物 和赡养费50万元 当年十月 文秀与溥仪正式离婚 文秀与溥仪离婚 这一举动 一时间轰动天下 更是让溥仪难堪至极 她开始迁怒于宛容 宛容不堪冷遇与重压 逐渐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溥仪后来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 宛容染上了吸食鸦片的嗜好 并与世卫通奸生下一女 后来孩子死亡 宛容私女成狂 依靠吸食鸦片度日 在这之后的1937年 溥仪在长春娶了17岁的谭玉玲 封她为祥贵人 聪明能干 温顺贤惠 待人接物十分稳妥的谭玉玲 深受宠爱 与溥仪过了五年 如期四交的日子 却在1942年意外地香消玉云 死因成谜 溥仪伤心欲绝 剪下谭玉玲的一缕头发 和四个指甲 与一张四寸照片 放在一起珍藏 并在照片的背后写着 我最亲爱的玉玲 有人说谭玉玲或许是溥仪一生中 真正爱过的女人 起初只说挑选我进宫念书 不交学费 还能得到赏赐 我的父母怕这是骗局 都不愿意 可是又不能违看命令 我就这样 夹了个书包 离开他家 谭玉玲死后第二年 年仅15岁的李玉琴 被选入围满皇宫 与溥仪结婚 被封为福贵人 然而好景不长 随着苏联红军攻入东北 普遗带着李玉琴 在1945年8月慌乱出逃 在战乱中走失 等到两人再见之时 已是十年之后 1955年下 府顺战犯管理所 李玉琴此时的身份 是长春市图书馆管理员 溥仪却是囚中战犯 为了不影响溥仪的改造 有关部门 极力地挽救他 与李玉琴的婚姻 管理所想出了办法 让溥仪和李玉琴 同居一宿 特意把一间办公室 腾出来装饰一番 放上大红大绿的被褥 给二人共度粮消 为了给他们创造 私密空间 房间外面 都没有配备看守 溥仪和李玉琴 在这个房间 度过了一个 不平静的一夜 但是 这却让李玉琴 坚定了离婚的念头 原来 他特别想要一个孩子 而溥仪的生理疾病 依然没有治好 无奈之下 溥仪最终同意离婚 离过两次婚的溥仪 在1962年迎来了一生中最后一位女人 她就是十年三十七岁的护士李淑贤 此时的溥仪已经五十六岁 婚后 溥仪对李淑贤呵护有加 外人看起来 他们俩是一对恩爱夫妻 尽管李淑贤也闹过离婚风暴 但直到溥仪去世 都与她相守终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